手工类的这种作品 它会有这么深的心灵上的一个触动 先把它搓出一些比较丰富的泡沫出来 这次线上的课程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熊戏人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挺喜欢小熊的 有三件作品 月熊的碑垫 棕熊的立体造型的一个小百件 白熊的一个收纳道 我是音乐江苏人 现在一直居住在北京 我是一名纤维手的作者 拿小的更细的针 就一点一点一点戳它的表面 凹凸不平的针孔 它自己就慢慢的平了 羊毛这种材质的话 它相对来讲表现动物的质感 其实是更合适一点的 因为它们有动物的温度感 端端续续几百件作品 基本上都是以动植物为主 机缘巧合接触到了这种材质 大概09年的时候 在网上看到日本老师的一组作品 当时觉得很生气 因为国内这种没太见过 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就买点试试看吧 去研究一下 做了一次尝试以后 觉得太有意思了 就一个接着一个开始制作 我大学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学的专业是电脑动画 我觉得我的专业其实给了我很多帮助 包括一些绘画基础 在制作上难点 其实还是关于如果做稍微真实一点的这种东西 比如说我在做像的签肉的时候 会用软桃或者粘土 把这个小箱的造型捏出来 做完了以后 我可能才去拿羊毛做塑形这样 因为本身其实像是做不 小像是做不了这个姿势的 所以我想把人的这个情感融入到里面去 比如说肘关节罩 有一个小凸起的一些骨头 像人意 细化和肌肤的这个褶皱处理 其实还是怎么能让这个羊毛看上去 更细腻和温润的感觉 不毛躁 第一年的时候 就完全其实是没有收录的 大概每件可能都要花几个月 一年 家里稍微自住一点吧 到第二年的时候 给杂志投稿 连载什么的 有一些这种微博的稿费 还会接一些订单 卖一些作品这样 大概到第三年的时候 有一些迷茫和慌张 自己就开始动摇 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了 我先生一直鼓励我 我想要他其实耳朵 在光线底下会有那种 我们人耳朵一样透光的这个效果 我自己比较喜欢想心事那件作品吧 因为算是一个转折性的作品 那段时间整个人是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 在车上听了一段忧伤一点的旋律 脑子里就一下子出现了这个形象 自己也翻翻动物图件 发现那个小象其实还挺适合表现这种感觉 我都研究差不多了 才开始动手进行制作 就是表达当时的一种心境吧 做完作品以后 我会觉得整个的情绪也得到疏解了 一下子整个人状态也不太一样 作品整体也是比较温馨、可爱、讨喜的这种 但是也随着我自己年纪的增长 社会经历也好 或者各个方面 你都是会更丰富一些的 就会想要把一些情绪融入到作品里 就每一个作品里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在 像我早期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委屈 就是那种有一些这种情绪 就从我作品里都能看出来 像《蘑菇桃梨》里边有一些奔跑的像蘑菇 然后还有一些害羞的那八字的 还有一些正常站立的这种 都能表现我自己性格里的某些部分吧 比如说勇敢的、害羞的 就是这种 第一次比较正式的展览是 16年时候在东京戴观山的展览 来了很多喜欢蘑菇的人 跟我交流自己喜欢蘑菇的心情 就那个时候还挺开心 收了很多鼓励吧 开始有自信了 18年的时候 在北京办过展案 就有一个小姑娘冲到我面前 然后就哭了 她说那个 我其实喜欢你很长时间 让自己也在做作品 见到你我就很激动 如果别人看到我的作品是有感触、有触动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基本其实是没有礼拜六、礼拜天的 没有休息的时间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工作来做的话 会有很多压力 不是想的那么轻松的 一定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所以后来就开始想办法 怎么能让自己收入更多一点吧 花更多时间做作品 开设课程之类的 这件作品是其中的一件叫《猫的蜕变》 它侧面分裂出来的这个头 其实挺能反映我当时 想要让自己更锋利锐利一点的这种状态 白目前为止有三件作品 西洋的陷怒、猫的蜕变和路的平和 19年摆这三件作品 你知道吗 其实也有挺多人想买的 有点没舍得 所以这三件作品我自己是留下的 很多时候你创作作品 其实就像自己孩子一样 在送走的时候都会不舍的 没有特别刻意地去坚持 但是自己一回头好像有十年了 我还是喜欢 我能从中找到乐趣 找到一种很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件事情让我自己 真的从一个不自信的人 开始变成一个自信的人